朱婷喜欢黄晓明,刘晓彤米尽东,李莹莹的偶像是她。 中国女排给国人带来了无数的荣誉,当姑娘们站在世界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上,国旗升起,国歌奏响的时候,在我们的眼里,她们一个个都是英雄般的存在,而实际上,她们都还是一群20岁左右的小孩子,个性爱好跟我们普通的孩子们别无二致。 跟很多年轻人一样,她们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和明星。朱婷喜欢黄晓明是很多人都知道的。 2007年左右,黄晓明和刘亦菲主演的《神雕侠侣》正在热播,当时朱婷刚小学毕业,刚到周口体校学排球,通过这部电视剧《朱婷迷上了杨过》,从而开始喜欢起杨过的扮演者黄晓明了。 有多喜欢呢?朱婷在2012年开通了微博,发的第一条就是关于黄晓明的。 之后的微博内容很多都跟黄晓明有关,她还时不时给黄晓明的微博点赞,直到今天,朱婷对黄晓明的喜欢都没有改变过。 小婷也知道朱婷是她的粉丝,她也常发微博给朱婷打气加油,给中国女排点赞。 2017年朱婷生日,黄晓明就发了一条微博祝福朱婷生日快乐,朱婷也开心地回复了。 另一个女排主公刘晓彤则很迷瞒演员静东,曾在微博上向静东赤裸裸地表白。 去年亚运会前,静东亲自到中国女排探班,事前老导对刘晓彤说今天有惊喜。 一看到偶像的到来,可把刘晓彤乐坏了。 中国女排最小的主公李盈盈也有自己的明星偶像。 毕竟年龄比姐姐们小,李盈盈喜欢的偶像也是一个年纪很小的明星,她就是吴磊。 吴磊99年出生,出演过《狼牙榜》、《沙海》等知名作品,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人气笑声。 在李盈盈盈眼里,吴磊又年轻,又帅气,而且学习还挺好。 李盈盈盈2019年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能见到吴磊本人。 其他女排队员也有自己喜欢的明星,比如林丽喜欢周杰伦,龚翔鱼喜欢全智龙,袁新月喜欢五月天的阿信等等。 看到这里,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女排姑娘一个个太可爱了,又更增添了一份对她们的喜爱。